哈喽大家好我是Cissi 哈喽大家好我是Jeffrey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想要做给每一个支持我们的你们 并且想要更了解我们的大家 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也开始会遇到一些有看过我们视频的大家 对于每一个跟我们say hi 的你们 我们都想要表达深深的感谢 谢谢你们的每一份喜欢和每一份对我们的喜欢的表达 那让我们现在来开始第一个问题 你们原本大学的专业是什么 我的大学学的是心理学 我其实还挺喜欢心理学相关的东西的 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考试 因为每一次复习的点总和老师考的不太一样 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简直就是觉得我的人生终于解放了 我真的很不想要再念书考试 这一点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姜同学还念了一个master 大学学的专业呢是广告和公关 我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入行了房地产 因为当时我对品牌啊对这种营销这方面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选择这么一项就有一点商科 然后又有一点艺术的一个专业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选择房地产行业 我大学一毕业我就在房地产这个领域里面 然后因为我觉得房地产的话 首先我觉得这个意识住行里面是比较重要的一项嘛 这个行业的话是一个比较长时间持续的一个产业 我觉得这种房地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跟很多多联厂的那些朋友 前辈啊跟他们交流感觉多多少少都跟房地产有一定的接触 不管是他们的投资啊还是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都有看到长期的一个比较可靠的回报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是没有选错的 我为什么要进入房地产呢这一点就真的非常感谢Jeffrey了 因为他之前一直是做房地产嘛 但好的是他从来不会强求我做什么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在他旁边听他跟别人讲房地产啊这些那些的 结果越听还越觉得挺有意思的 后来呢就考了执照本来一开始呢也想说只是给他帮个忙搭把手什么的 结果后来他就整个把住宅地产都交给我来做了 而他呢也一心专严商业地产 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职业规划的 我们两个的职业规划当中呢就是我专门做住宅地产 而他呢专门做商业地产 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经纪人两个都做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希望在我们各自的领域里面做到专一和极致 像是我的住宅地产里面除了新房的合约 基本上其他的合约都有一个标准 思考如何通过改这里或者改那里把这份合约发挥到极致 但是商业地产里面他们每一份的合约好像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在商业地产里面呢相当于是一个团队合作 因为很多东西它设计面其实挺广的 因为商业地产里面它的各个的资产类别不一样 有些是仓库还有多家庭公寓或者是酒店或者是办公楼 每一个资产它的结构啊这些都不一样 所以说它的合同里面也往往有很多点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作为一个商业地产经纪我要去负责每一个步骤的它的一个顺利交接 稍微比较复杂的一点的这种案例的话 还要跟律师啊这些去进行沟通或修改对合同 所以说没有一个标准合同在商业地产里面 是的没错下一个问题是工作当中的嗨点是什么 我其实从大学开始就一边打工一边念书 所以其实还做过挺多职业的 我做过翻译啊餐厅店长啊还有服装店店长啊 娱乐幕后制片助理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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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吧是干一行爱一行 我是干一行不爱一行 因为在这些工作当中我找不到一种使命感 就感觉自己很像一个为了钱而赚钱的一个工具 直到我开始做房地产就我非常享受那种帮别人找到房子 应该说是找到一种家的那种感觉 然后看着他们如何从一个房子开始建立自己的一个家族 就这个真的让我觉得特别有使命感 那你工作的害点是什么 我工作还一点 因为我是以数据啊比较直观的一种方式来给客户 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很多客户是投资人或者是一些business owner 他们有自己的生意 我跟他们交流的话是就比较用数字啊用这些来给他们展示 比如说他们有些可能是有时候有些固定思维 对一些投资他可能是比较谨慎或者比较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用一个比较客观来把这个数据给他分析出来 比如说怎样做资产整合怎样去分散投资 同时能够帮他们在实际当中把他们的物业增值或者是说滚雪球滚起来 我觉得做这个行业里面最大的一个high点吧 好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工作和生活如何平衡 因为我们俩结婚了嘛然后是在同一个行业里面 所以基本上我们俩挺多时间都待在一起的 有时候我休息的时候也就当司机了 对那通常白天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是他在他的房间 我在我的房间我们各自做各自的东西 然后时不时相互打扰一下 我觉得要平衡的话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全力的支持 但是不要过多的干涉 像是我们工作当中也会互相帮忙 比如他常常帮我查很多的资料或者做一些数据统计之类的 那我有时候也会帮他出出主意 但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完全会采纳我的意见 我也觉得OK 那有的时候吧我这边也会遇到一些很无理取闹的客人 就可能再多钱我都不会想要做那种 他虽然也会劝我 但是一旦知道我是真的有自己的理由不想做的话 他也不会强求我 就我们俩还挺尊重彼此在各自工作里面领域的决定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夫妻之间有一个共同目标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两个的共同目标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吗 但是我们在共同努力的同时也会互相提醒自己和对方 我们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 那你觉得我们俩平衡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重要的话就是相互理解吧 都站在对方的那个角度想一些问题 然后同时也尽量体谅 下一个问题是会吵架吗 很明显 怎么可能不吵架肯定会吵架的啦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嘛 我有什么我都会直接想要讲出来 就我不想憋我也憋不了 而且我觉得很多感情的裂痕 其实都是憋出来或者说忍出来的 要么就真的想清楚这个事情 要真的想不清楚就吵出来 因为我觉得吵架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两个人更了解彼此 让我们的感情可以走得更近 只要吵架的结果是好的 其实我不是很介意吵架 下一个问题是吵架了如何和好的 我们俩有个共识 就是只要有一方说了对不起 另外一个也要用对不起来做回应 就和好了 对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还挺要面子的 主要是你更多一点 我可以不要面子 你你必须要面子 对 但只要他一过来哄我 我就立马好 这还是挺快的 绝不脱拉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等着有点着急了 就一直生气也很难受其实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过去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还不过来哄我 下一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的 以及感情当中相信命运吗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是 通过我爸妈和他爸妈的一个共同阿姨介绍认识的 非常传统的相亲 红娘 对 那个时候回国嘛 然后他其实还在迈阿密 所以我其实是先跟他爸妈见面的 第一次的时候是他爸妈和我爸妈见面 然后第二次是我在去了 然后看到他爸妈和我爸妈相处的都特别融洽 然后他爸爸妈妈对我也特别好 就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家庭还蛮不错的 结果回来就又看这位先生这么有上进心是吧 我从国内飞回洛杉矶的第二天 你就从迈阿密那边过来找我玩是吧 就是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接下来就很惊悚的部分 就是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快要 对很惊悚 因为我们快要结婚了嘛 他准备从佛罗里达那边搬到洛杉矶 然后我们要去租房子 那租房子的时候人家就要看我们的ID嘛 那我这个时候才发现他在佛罗里达的驾照上面的驾照号码 是我的出生年月日 是不是 有点神奇 对我们俩都直接一鸡皮跟他起地的那种 而且他好像也是从小到他都很喜欢9和6的这两个数字是不是 嗯是因为就是一个太极的一个标志 如果重在一起 对然后我的生日正好又是9月6 是不是很巧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还是挺相信命运的 好啦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问我们的问题呢 可以再做一期节目 要在留言榜给我们 就在留言榜下面给我们留言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二期 也不一定有二期 如果反响不好的话就没有第二期了 再次感谢所有大家的喜欢和支持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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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